为了吸引北漂青年返乡创业定居 高雄市之前推出招商住宅青年政策三大专案贷款 其中提供给首次购物族能申请40年期的优惠房贷 享有最低1.6%起的低利率 若我们以贷款500万利率1.8%来试算看看 20年期房贷越缴24000多 30年是17000多 40年只要缴14000多 但40年期会比20年要多缴106万 他如果可以把这样子多的一个资金拿来做运用 举例来说我们刚刚讲的房贷的利率是1.8% 但是他如果把这个多的钱拿去做其他投资 只要超过2%的投报率 他都是赢了这个房贷算是赚了钱 申请比较长的房贷的这个过程 银行也都会先去审核 包括你所买的物件 他的屋龄会不会比较高 或者是你本身的贷款人的年龄是不是就比较高 40年期让每个月负担减轻不少 懂得理财规划的人也可以更有弹性调度资金 但这样的人可能是少数 学者认为40年期这根本 他说只要养套杀 整个40年不是不要付的钱 这种观点是在房价笨蛋 现在当然有一个盲点就是因为贷款利率很低 大家好像感觉上是负担得起的情况下 可是不要忘记那个东西在某程度上 未来长期贷款利率会不会上升 当然一定会啊 政大地政系退休教授张金二认为要落实居住正义 解决高房价 社会住宅都有其局限性 他提出了房市三件 台湾是个大市场小政府 市场的透明市场的公开讯息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预售屋 基本上你看市场都不知道嘛 卖了多少也不知道嘛 价格多少也不知道 所以10加2.0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让整个资讯透明 这样才不会有操诺空间 张金二认为第二个就是要税制改革 推动囤房税 自住非自住要切开来看 让大家没有炒房诱因 第三个就是要解决租屋黑市的问题 让房东报税 否则就会像现在包租贷管租金补贴政策 很难有成效 高房价一直是年轻人的痛 根据TVBS最新民调 蓝绿对决下 蔡英文在20到29岁选民支持度是74% 领先韩国瑜的21% 30到39岁支持度 蔡英文是69% 韩国瑜下滑到百分之二十二 对于执政党来说的话 以我们的立场 当然就是资讯透明化 这一块实在是蛮可惜的 尤其是现在会期还剩下最后一段 我觉得以去他提出什么样的政策 不如他应该要去表明 他有办法完成政策的决心 目前国民党提出来的政策 其实虽然还不够完整 但是从目前传出来的 这些自制片语来看 其实都是比民进党更加保瘦的 那像是合宜住宅或是四十年贷款 四十年优惠贷款 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老旧的一个提案 就是他不但是拉长我们贷款 其实他其实是在默认 目前高房价的状况 无可蝗牛运动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居住正义的需求 在每次选举都会成为政治人物的口号 需要民众严格的检验 让朝野都不敢掉以轻心 TVB的新闻科生从王一姐看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